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亏有个闺女帮衬 不然我们老两口还真是忙不过来呢 他们的糕点都是现做现争 阿联就守着摊为卖 手前母亲负责做糕点 做糕点是个手艺活 阿联也只是学了个一知半解 父亲负责掌握火后 做些粗货 中货 跑腿送货的货 虽然辛苦 但是赚的钱一家三口日子 过得滋润惬意 眼看阿联也到了16岁了 这个年代 到了这个年龄 就得开始找婆家了 母亲 阿联 你也16了 该找个婆家嫁人了 你可有喜欢的人吗 阿联撒娇道 娘 我还想陪着您卖糕点呢 不想嫁人 母亲笑着说道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 你看咱们隔壁的猪儿 与你一般大小 年前就说了婆家 月底就要嫁人了 阿联哪是不想嫁人 只是在等她的青梅竹马的男子呢 那个男子与她一起长大 叫阿峰 离阿联家两条街 家里是卖猪缴饭的 他们从小就撕定了婚约 说长大后成亲呢 可是前几天 阿峰来买糕点 偷偷对着阿联说 自己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 自己还在努力说服母亲 到时候再上门提亲 阿峰家条件比阿联好 还有大院子 这是阿峰爹留下来的 当年阿峰爹也是猪脚饭起的家 刚时生意异常火爆 那今年可赚了不少钱呢 因此就买下来了一个二进的院子 生活富裕 只是后来阿峰爹突然得了重病 就突然暴毙了 后来猪脚饭的铺子只能使阿峰娘接受 阿峰娘大家喊她会娘 为人有些刻薄 在阿峰娶亲方面 她就是想娶个门户相当的小姐 这样对自己以后的生意也有帮助 可是阿峰却飞去阿联 母子俩经常置气 但是为了儿子 母亲终究是妥协了 阿峰很高兴来到阿联的摊位上买糕点 说道 阿联 我娘同意我们的婚事了 过几日挑个好日子 就上门提亲 阿联听了也是很高兴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就这样 过了几天 阿峰家来提亲 两家也订好了成亲的吉日 就在这个月底 阿联能嫁给自己心爱的人 很是开心 与自己的闺中好友 去街上买来料子 自己动手防止起了嫁衣 一边想象着 成亲后的夫妻美好生活 时间飞快 转眼就到了成亲那日 在一片锣鼓喧天中 一顶大红花轿 停在了阿联家门口 为了让阿联在婆家受重视 阿联爹娘把家里之前的东西 全都给女儿做了嫁妆 就这样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轿子一路抬到了阿峰家里 走完一系列的成亲流程后 阿联就被送去了东方 阿峰陪着宾客喝起来了酒 天色暗下来了 宾客也陆续回家去 一身酒气的阿峰来到了东方 看着美丽的新娘 终于松了一口气 终于娶到手了 娘子 太好了 我们终于成亲了 阿联依偎在阿峰的怀里 一脸的幸福 阿峰春宵一夜至千金 我们就请吧 阿联娇羞地点了点头 一夜恩爱到天名字不必说 成亲后 夫妻恩爱甜蜜 自是让人羡慕 可是阿联的日子 却过得水深火热之中 为时磨呢 原来终其原因就是在他婆婆惠娘的身上 惠娘早年丧夫 独自一人 含辛茹苦地把自己的儿子养大 各种的辛酸不言而喻 而且当初阿峰死活要娶阿联 实际上惠娘并没有瞧上如此小门小户的阿联 她重义的是李源外家的小姐 可是阿峰就像着了魔一般 死活都要娶阿联 最后没办法 只能妥协娶了阿联 所以惠娘对阿联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各方面的嫌弃 阿峰架在娘亲和娘子的中间 左右为难 左右都不是人 所以经常都在外面喝酒 尽量不在家待住 惠娘经营猪脚饭 之前有一个帮忙的伙计 自从娶了阿联后 把伙计都给辞退了 所有的活都给了阿联干 阿联每天忙里忙外 干得腰酸背痛 还落不着好 慧娘对她还是各种嫌弃 你洗个猪蹄 费那么多时间 我就知道你又在偷懒 整天就知道偷懒 我儿子娶你来做什么的 阿联解释道 娘 我没有偷懒 就是今天的猪蹄比较脏 不好洗 还敢顶嘴 看我不打死你 说着就在阿联身上掐了起来 正巧成亲不久的小姑阿美回来 拦住了行凶的母亲 阿美 娘 你怎么能打嫂子呢 你就不能善良一点吗 会娘见女儿如此维护阿联 气得火冒三丈道 你个吃里巴外的东西 白养你这魔大了 你就不能心疼心疼你的娘亲吗 阿美 如果我天天给我婆婆打骂 你也愿意吗 说完阿美 扶着阿联走远了 嫂子 你还好吗 我娘就是那样的人 你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以后慢慢接受了你 就会对你很好很好的 阿联 谢谢你阿美 我没事 我希望以后会好起来的 阿联始终想不明白 为何如此不受婆婆代谢 自己已经如此逆来顺受了 为何婆婆还是如此对她 阿丰陷了 维护了几次 会娘便会对阿联更不好 还恶言相想 你个逆子 娶了媳妇不要娘了 我也不想活着 我去找你们爹去 又开始撒泼 这让阿丰苦不堪眼 所以现在阿丰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让阿联尽量少无逆母亲 有一次 阿联独自去附近的观音庙上香 想让菩萨纸条明目 她跪在观音菩萨面前 把自己的遭遇都告诉了菩萨 希望菩萨给指点迷津 此时有个女子也来上香 只见了女子念念有词 感谢观音菩萨保佑 我婆婆喝了 我泡的荷欢茶后 一切都解脱了 现在婆婆对我可好了 再也不用煎熬了 那女子很是兴奋 所以声音并不小 所以阿联听了正着 她不知道什么荷欢茶 如此有生肖 可以让恶婆婆便好 阿联上玩香 就来到门口 她要等那女子出来 好好请教婆媳的处事之道 这位娘子 唐突了 我想问问你说的什么荷欢茶 可以让婆婆便好 阿联见那女子出来 便怯声声地问道 那女子也不藏着掖着 四处看了看 又小声说道 就是荷欢茶呀 你看 庙冬面都是呢 许摘了回去 日日抛给婆婆喝 要整整喝上一百天忧 一天都不要漏 不然就全功尽弃了 等你婆婆喝了百天后 你就解脱了 哈哈 女子那表情 看了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什么 解脱了 这 怎么解脱了 阿联不解地问道 自然是解脱了 我的婆婆以前对我可坏了 非打击骂 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啊 如今她对我是言听计从 我说什么都听我的呢 也不敢对我不好了 不和你说了 我要回去了 给婆婆喝荷欢茶了 那女子匆匆就走了 阿联一听 何欢茶这么神奇 就赶紧去庙东厕摘起了何欢茶 她也要让婆婆对她言听计从 或许阿联误解了那女子说的话 阿联回去想了一夜 都不知道何欢茶该不该给婆婆喝 第二天一早 婆婆的大嗓门又叫了起来 阿联 阿联 你个死丫头 又躲到哪里去偷懒了 还不快去干活 想了一晚上 不准备给婆婆喝 喝欢茶 就在这一刹那 决定还是给婆婆喝 喝了以后 自己就不用天天受罪了 阿联慌慌张张的配好 喝欢茶 现婆婆还在院子敞开嗓门吼叫 赶紧调整好呼吸说道 娘 我正在给您泡茶喝呢 观音庙的庙主说 这茶喝了不仅美容养颜 还延年一瘦 你喝试试看 这回娘一听这茶这磨好 还能美容养颜 自然喜不自胜 赶紧一口就喝下了喝欢茶 就这样 阿联日日给婆婆端上一杯 喝欢茶 不管干活多累 还是多晚 婆婆的喝欢茶 必然日日奉上 有一日阿联回了娘家 许久未见的母女俩 在一起聊了很久很久 原本想着陪伴母亲几日 可是想起婆婆的喝欢茶 自己辛苦坚持了那抹酒 可不能前功尽弃呀 阿联只好赶紧告别了母亲 赶紧回了婆家 才到家门口 现婆婆正准备要睡觉了 阿联赶紧把喝欢茶泡了奉上 说道 娘 您今天还没有喝喝欢茶呢 惠娘见阿联对自己如此好 回了娘家还匆匆赶回来 泡喝欢茶给自己喝 慢慢对阿联也有所改观 不仅态度方面 还是语气也是好了很多 笑咪咪道 阿联 你真是有心了 我感觉一直喝着喝欢茶 确实年轻了很多 阿联见婆婆如此 倒是有点想停了她的茶了 因为她不知道喝完一百天的喝欢茶后会怎样 她害怕呀 可是现在的婆婆没有那茶 根本就睡不觉了 有时阿联想断了婆婆的茶 可是婆婆 阿联啊 别忙了 让伙计去做就好了 今天的茶还没有给我喝呢 我现在没有喝奶茶呀 都根本睡不着呢 你快快泡给我喝吧 自从阿联给婆婆喝了茶后 慢慢对阿联好了起来 又重新请了伙计来铺子帮忙 还懂得关心阿联 有没有吃饱饭 累不累 婆婆如此 让阿联受宠若惊 有点不认识这个婆婆了 每次给她泡茶 都有点不忍心了 就怕喝了 茶会有什么不好 可是婆婆却越喝越开心 每天还没到喝茶的时间 就开始催促起来了 阿联 快快泡茶给我喝 我都等不及了 有一天早晨起来 阿联感觉头晕 貌似风寒了 虽然很想返回去睡觉 可是想起 如果自己吃起了 婆婆又得大发雷霆 甚至动手打人 阿联想到此 还是忍着难受起床 准备一家人的早餐 阿联在厨房忙着 婆婆今天破天荒地进了厨房 见阿联脸色不太好问道 阿联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说着便叹了叹他的额头 啊 你这发烧了 说主就把阿联扶进了房间 看着呼呼大睡的儿子 一巴掌拍过去怒吃道 睡睡睡 就知道睡 你媳妇病了都不知道 还不快去请大夫来 阿峰一脸猛圈 不知道自己母亲什么时候这么关心阿联了 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赶紧穿起来衣服 跑着去找十号街的陈大夫来 陈大夫在细检查后说道 恭喜恭喜呀 你这是有喜了 这前三个月 一定要多注意 多注意休息便可 当回娘听到阿联有喜了后 很是开心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李加油后了 我赶紧去给你们爹上炷香 把这个喜讯告诉她 说着就走了 自从阿联怀了身孕后 慧娘就什么都不让她干了 除了给自己喝的茶 就让她好好安排 阿联 你现在就是我们家的功臣 现在开始 你啥也不用管 只需要好好照顾自己 照顾胎儿就可以 你想吃什么 就让阿峰给你买 慧娘说道 阿联每天都在纠结 怎么停了婆婆的茶 怕婆婆喝出了个好歹来 眼看第一百杯茶就要到了 阿联这几日变得心事 重重了起来 不知自己用什么理由 断了婆婆的茶 前几天 自己说了 让婆婆不要喝喝换茶了 可是婆婆说 自己喝习惯了 现在一天不喝 就全身不舒服 也睡不着 所以一定得喝 还让阿联把泡茶的方法教给她 说以后生完孩子后 自己给她泡茶喝 阿联欲言又止 她很想把事实说出来 可是 如果自己说了 婆婆就会因此讨厌自己 甚至打骂自己 想到这里 阿联还是胆怯了 这一天就是第一百杯茶了 阿联心里忐忑极了 这杯茶一定不能给婆婆喝 可是当天下午 婆婆就来讨要茶喝了 阿联说道 娘 那个茶 喝完了 过几天我再给您采吧 阿联 你就别骗我了 那不是喝欢茶吗 你都泡好了 我现在就要喝 这茶呀 喝了就是神清气爽 舒服啊 说着就一口喝了下去 阿联伸出手去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阿联拍害怕急了 她怕婆婆因此而丧命 一个下午 阿联都心慌慌的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就在当天晚上 慧娘却一下晕倒了 全家都吓坏了 阿峰请来大夫 大夫诊断后说道 这是中毒了 幸好发现得及时 而且这毒药 我恰巧有解药 吃下解药 很快就会醒来 此话一出 真是激起千层浪啊 中毒 中毒 阿美大声说道 怎么可能中毒 晚餐 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 今天恰巧是中秋佳节 所以阿美带着丈夫李斯 也一起回来了 一大家子吃团圆饭呢 出了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忧心忡忡 陈大夫说道 快去报官吧 很快观察来了 把所有人都带回公堂 并一个一个单独询问 此时阿莲却站了出来 哭着说道 是我 是我害了婆婆 随后便把自己去观音庙 听起一个女子说的 给婆婆喝了荷欢茶后 一切都解脱了 原本婆婆对自己非打击马 所以才用了词法 牙差一听 便传讯了那个女子 原来那个女子叫翠兰 就住在五号街 与阿莲婆加进一街之歌 翠兰到了公堂说道 大人 那个荷欢茶并无毒 既有解语安神 助眠 美容养颜的功效 翠兰便解释道 自己婆婆睡眠不好 脾气暴躁 时常打骂她 有一次去庙里上香 听其他女香客说 自己婆婆脾气不好 自从喝了庙祝建议的荷欢茶后 都能吃好喝好 脾气也变好了 所以给婆婆喝荷欢茶 并不是什么秘密 随后官差传唤了几个中年媳妇 说自己也给婆婆喝荷欢茶 婆媳出得很是融洽 官差又把阿莲剩余的荷欢茶犬 拿了过来 都没有发现有毒的迹象 这一时之间 让这案子成了悬案 阿莲的悬疑还是最大 但是考虑到阿莲怀着身孕 所以并没有积压她 他们各自回去后 家里下人的一句话 却让阿峰有了怀疑 原来家里下人阿葵 一路回去都是漠不作声 只是回到房间 终究是憋不住了 又找到了阿峰说道 少爷 有件事情 我想了许久 觉得还是和你说下比较妥 阿峰 什么事情 就是姑爷 下午偷偷去了老夫人房里 当我偷偷跟过去时 她又出来了 我不知道她在搞什么 所以 阿葵叙述道 阿峰觉得 这是肯定出在妹夫李四身上 只是究竟什么事情 让李四对母亲出手呢 为了查出真相 她便悄悄出门去了 她偷偷来到妹夫家 此时 他们夫妻自已经睡下了 阿峰正想返回时 突然发现 有个黑影从屋里出来 这个黑影像急了李四 阿峰便偷偷跟了上去 一直跟到一间小屋子才停下来 轻轻扣了三下门 李面问道 是谁 李四 是我 是我 李面 天龙盖地虎 李四 小鸡顿蘑菇 不一会 只见一个漂亮的女子 挺着大运渡打开了门 把李四拽了进去 阿峰来到门口 从旁边一处矮墙翻了进去 只听到里面说话声穿了过来 莫是吧 莫被发现吧 东西拿到了吗 女子急促问道 哎 真是被 那老太婆运气好 没死 被就起来了 东西没拿到 李四说道 那怎么办 赌场那边追得紧 到时咱们会没命的 女子着急道 李四 实在不行 咱们就逃吧 随后 他们便商量了对策 逃跑路线 第二天 天还没亮 李四全身包裹着 带着一个蒙面女子来到了码头 轮船正要远航时 突然被官差给拦截了 把全副武装的李四和蒙面女子一起抓回了衙门 此时 惠娘也醒了过来 得知自己中了毒后 心里也是大吃一惊 怎么好端端就中毒了呢 不过他想起李四给他喝的茶水 不由后怕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看起来这摩老是芭蕉的李四 怎么会出来这样的事情 又得知 当初阿莲给他喝荷欢茶 是冲的命而来的 顿觉自己当初对阿莲有多恶毒 所以 一点都不怪他 不过自己喝了荷欢茶后 脾气也变了 不会动不动就发脾气 所以对阿莲说道 阿莲 我还想喝喝欢茶 以后你就给我泡吧 如今婆媳关系变好 确实是值得庆祝的大事 只是阿美嫁的事情 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 通过调查取证 得知李四有个相好的 喜欢赌博 每日去赌方一赌就是一天 身上没有银子 就与赌方借了甚多 通过利滚利 最后欠了赌方两千两银子 赌方的说 再给你七天 如果七天后还不起银子 就等着收尸吧 所以李四才会挺而走险 就是想把岳母手中的地气房气偷出来 到时抵给赌方 莫称想 李四为了不被人发现 便偷偷在慧娘的茶水里放了毒药 这样自己偷了房气地气 便没有人会发现了 不明就李的慧娘喝了茶了 不承想 阿连进来找婆婆 主要就是看看 婆婆喝了第一百杯荷欢茶 有什么症状 毕竟下午喝了茶后 没见着她 所以就来瞧瞧 没想到却看到婆婆晕倒在地上 赶紧喊来下人和丈夫 在最短的时间便请来有名的大夫 最终挽回性命 阿美得知是自己丈夫 为了外面的女人 要害自己娘亲的性命 气得火冒三丈 要不是他们已被关押 就要与他们拼命呢 阿美更是恨自己 有眼无珠 当初自己无腻母亲 死活就是要嫁给李四 真是后悔莫及呀 他想不明白 魏石魔看起来老是芭蕉的一个男子 为何会变成这样 因为李四故意害人性命 所以被判死刑 考虑到那个女人怀有身孕 便对她进行关押 等生下孩子再行刑 经过这一次事件之后 慧娘对阿连发自内心的好了起来 每日喝着阿连泡的茶 更是把生意交给儿子打理了 把所有的地气房契 全都转给了儿子 自己就陪在阿连身边照顾 阿美经此一世后 对于婚姻有了抵触 街头的王媒婆上门说道 阿美 你还年轻 找个人嫁了吧 你喜欢怎么样的男子 说说看 神子我给你撮合撮合 阿美气愤道 你走 我谁也不嫁 如今阿美回到娘家生活 她问阿连道 嫂子 你会不会嫌弃我 阿连说道 心疼你还开不及 如何嫌弃你 阿美人温柔善良 与慧娘性子天差地别 慧娘原本也是温柔性子 奈何年轻便丧夫 为了拉扯两个孩子长大 不得不伪装成坚强的顿家 才能让孩子们快乐地成长起来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阿连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这把慧娘高兴坏了 抱抱了一个 又抱抱那个 为了给孩子取个好听 又有寓意的名字 特意找了街头的老秀才帮忙 慧娘用心伺候阿连的月子 阿连 咱们女人啊 月子一定要好好休息 现在有条件了 你要养好自己的身体才好啊 如今的阿连是幸福的 她很是珍惜这样的美好时光 孝敬婆婆 从此后一大家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后来 今年后 阿美在河边洗衣服 突然遇到一个男子 晕倒在河边 阿美心善就把她背回了家 请来陈大夫诊断 陈大夫说是恶晕的 阿美便端来早晨德州 热了一下 给她喂一下 不一会 那男子便醒来咯 原来这个男子是一位书生 正要去省城 参加科举考试呢 不成想 路上被人偷了盘缠 只能一路乞讨 不过大家日子不太好过 乞讨也难 一只没讨到吃的 便饿晕了过去 后来阿美又拿出钱财来 帮助她去省城 这都是阿美善良的无心之举 也并没有想要回报 几年后 家门口停着一顶豪华的马车 下来一个官老爷 这就是本县的县太爷 他是来提亲的 他上任后 一直打听阿美的消息 得知他如今还是单身 便上门来提亲了 很快阿美便嫁给先太爷 很多人都议论纷纷 说阿美终于嫁了一个如意良郡 几年后 生下了几个孩子 一大家子 过着幸福的生活 阿联后来又生了一对龙凤胎 这一下儿女都有了 惠娘开心极了 都说阿联是个福星 嫁人后就开始望婆家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一猴想变人 却不愿拔毛 阎王 一毛不拔 岂能为人护 峨眉山有两只猴子 在猴界算是高龄寿星 他们是好兄弟 二十年后 双双共赴了黄泉 一起进了阎罗殿 在去阎罗殿的路上 一猴向另一猴低于道 兄弟 咱们向阎王申请变人可好 献了阎王 两猴跪得整整齐齐 一个劲地磕头 阎王献是老熟人 这对猴子同生同死同投胎 多少个轮回 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不仅两猴子对自己一向倒算搬磕头 一定是有所求 好了 别磕头了 有啥事 还是直说为好 两猴其余道 阎王 我们想下世为人 阎王翻了一下眼睛 你们还要轮回做五次猴子 就会自动投胎做人 享受人世繁华 现在时候未到 一猴向另一猴使了一个眼色 双双求情道 阎王 求求你了 我们等不及了 真的很想做人 阎王细血地问猴子 如果未认 你们想活多少年 一猴子自作聪明地想 自己活了二十年 感觉就很长了 不如多找阎王要十年 于是抢先答道 阎王可不可以活三十年 阎王哈哈大笑 畜生就是畜生 好好好 我给你们四十年 那猴一听 做人能活四十年 高兴地蹦了起来 阎王又摸了摸长胡子 思索一番道 提前为人 道也不难 只是乱了钢肠 如果你们想提前辨人的话 就得拔去一身的猴毛 你们可坚持得住 一猴大声说 我不怕疼 只要能做人 啥苦我都能吃 看着这畜生 有坚定的意志 阎王满意地点了点头 阎王转头 看向另一只猴子 猴子战战兢兢地说 阎王 我怕疼 可不可以不拔我的毛 真的是畜生 一毛不拔 焉能为人呼 阎王怒斥道 住家村有两个产妇 半个时辰后就要生产 要做人者就赶快拔毛 愿意拔毛的猴子 乖乖地一动不动 每拔一根毛 都痛彻心扉 他坚强地忍着 半个时辰后 只见他浑身都被血染红了 快晕死过去 而另一猴子 因为怕疼 一点都不配合 拔毛的小鬼想拔毛 这猴子便哇哇大叫 并用猴手使劲阻拦 所以 这猴子身上只有这里被拔了一撮 那里被拔了一撮 简直是丑陋至极 只听的一句 时辰道 两只猴子被同时扔进了便人通道 同时 阎王也在生死簿上写上了两个名字 猪帅 四十岁 猪丑 四十岁 猪家村 园外猪得福喜的贵子 高兴得点鞭炮庆祝 因为小儿生下粉嘟嘟的超级可爱 他抱在怀里舍不得放下 十指隆冬 鞭炮在雪地里 炸开了一朵朵洁白的小花 在喜庆中 朱得福为儿子取名朱帅 村西头朱成贵家 虽然得了儿子 全家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因为妻子生了一个全身是毛的丑陋家伙 猴子不像猴子 人又不像人 接生颇捡了齐带后 却不敢把婴儿抱起来 便换来朱成贵 朱成贵虽然到中年才当上了父亲 但一看妻子生下了这么一个人不像人鬼 不像鬼的玩意儿 心灰意冷 便毫不客气地把小家伙拧了起来 直接丢在了外面的冰天雪地 而张氏只是默默流泪 他不能接受 也害怕生了个妖怪 不是当父母的狠心 谁家摊上这种事 肯定也是笑不出来的吧 奇怪的是 一个时辰过去了 小家伙哭的噪音依然洪凉 母子怜心 张氏祈求丈夫把那怪物抱回来吧 毕竟是一条生命 毕竟是自己十月怀胎 咱们的亲骨肉 张氏的一句话 挽救了小怪物的性命 朱成贵不想多看小家伙一眼 张氏叫他起个名字 想起那副尊荣 朱成贵有其无力地来了句 朱仇 朱成贵家有几亩薄田 不算富裕也不算贫穷 但和朱德福家是不可相比的 朱帅从小天资聪慧 三岁开始习字 六岁时便能失文 秋天某日 县官偶来朱家村 听说朱家村有个神童 便到朱德福家一探究竟 县官看了朱帅一眼 说不出的喜欢 这小孩也真是集人间之精华 太帅了吧 县官问了几个很简单的幼儿问题 哪里难得住朱帅 县官暗暗撑起肩 不想朱帅荡着他的面 引起一首诗来 枝头喜鹊闹 官爷入我家 潜心直为民 当此皇马挂 听了朱帅的事 县官开心极了 朱帅将来 如果不是当官的料 他愿意回家卖红薯 小小年纪 就懂得溜须拍马 是个人才 朱愁也是有名气的 只不过是反面教材 县官远远地看了一眼 便没有了去朱成贵家的兴趣 自此 朱帅名声大噪 县官暗示朱德福 他家有一小女 与朱帅同岁 但有没有下文 朱德福也不敢造次 不敢说与县官做娃娃亲家 县官当然老练 看将来朱帅成就如何 他的话可进可退 怎么理解都可以 再来看看朱丑 他就没了那抹好的运气了 他不但没有读书的机会 而且朱成贵从来都没有把他当儿子 更不说有父子亲情了 小小年纪就让他上山坡放牛 那日有一道士正垂头丧气地走在山坡下 因为他实在想带走朱帅 教他些本事 将来光宗耀祖 可是被朱德福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尴尬离去 突然 他发现了浑身是毛的朱丑 朱成贵没有多说一句话 他还赶紧向道士作医表示感谢 生怕道士不带走朱丑一样 毕竟养了六年 张氏倒真是有点舍不得 竟樱樱地哭了起来 朱丑跪在地上 向父母磕了头 并说一定听师父的话 学好本事 将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朱成贵心说别给老子惹麻烦 就算朱家烧了高香了 张氏则哭得是更加的伤心 十年过后 朱帅是读遍天下书 为了不耽误儿子读书 吃饭的时候 朱得福命丫还给儿子为 朱帅已经养成了习惯 并不觉得有何不妥 通过县官的渠道 在朱帅19岁时 把他送去了京城有名的学府深造 没想到没过半个月 一起快城来报告 让县官赶紧把人领回来 县官不知何故 来人回答说 朱帅吃饭要人喂 从未上过厕所 要把便胡端好给他他才能尿尿 不然他就是憋死 也不去厕所 县官简直就像在听天方夜谭一样 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县官暗自庆幸当初 没有和朱家顶娃娃亲 尝出了一口气 而朱得福两口子 对于儿子的回来 一点感觉都没有 反正自己家大也大 饿不住他们的宝贝儿子 他们乐此不疲地继续给朱帅喂饭 继续为朱帅端来尿糊 而很多不明旧理的远方来客 还来到朱家向朱帅讨要诗文 也顺便给朱帅一点认笔费 看到自己儿子能赚钱 老两口是喜不自胜 再来说说朱筹通过十几年的学习 老道的本事他已全部学完 老道告诉朱筹 如今国家受外地侵略 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 赶快去报名参军 朱筹给老道刻了三个像头 与情如父子的老道 撒泪而别 无论哪个朝代 都有以貌取人的 才开始的时候 朱筹从火头军做起 使金子迟早是要发光的 通过大大小小的战役 锤炼了朱筹 让他稳步成长 也逐渐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 当他回到自己县平定叛乱的时候 县官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朱筹身上 县官因为朱帅的原因 再也没有升迁的可能 当朱筹平定了叛乱要班师回朝 县官的一双黑白女儿 竟然双双对朱筹产生了爱意 县官当即为他们煮了婚 朱成桂莫连见儿子 还是朱筹主动叫了生爹 才化解了尴尬 朱筹因为战功卓著 皇帝赐给了朱筹一个新名字 朱奥雄 在朱奥雄三十岁的时候 老家再次出了叛乱 他们洗劫了朱的福家 并残忍地杀害了老两口 朱帅因为一仆的亡命相救 才得以保全性命 临终前 朱德福把儿子叫到面前 说某某处藏得有金银珠宝 是专门为儿子留的后路的 让他以后做点买卖谋生 前几年朱帅说了一门亲事 结果妻子觉得朱帅太过奇葩 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两口死后 幸好以前一个仆人得到过老爷的好处 便忠心耿耿地照顾着朱帅 朱帅懒得去挖父亲所说 买财宝的地方 让仆人去挖了出来 所谓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仆人哪里见过这么多的财宝 于是变起了戴心 隐藏了绝大部分 只留了小部分给朱帅 朱帅懒得上街买东西 就把钱财交给了仆人 让他买给他吃 仆人吃定了朱帅 知道朱帅如同一个白痴一样 很快才保没了 朱帅便卖了房 房主却是现在的仆人 仆人依然允许朱帅住在他家 因为他还有银子 在朱帅38岁时 他抹了分文 被仆人的管家撵了出来 开始了乞讨的生活 在乞讨期间 他终于学会了去茅房上厕所 也学会了不要人喂 有人给他吃的 他便立即往口礼送 40岁时 在寒冬腊月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仆人在一间破屋的墙角 发现了冻死的朱帅 门口有三张大饼没有冻 估计施舍的人 没有把饼叫到朱帅手上 朱帅懒得走那几步 所以便饿死冻死了 与此同时 朱帅死的时候 当夜朱奥雄也无疾而终 黑白二夫人哭得是天昏地暗 皇帝感念朱奥雄的功绩 他的后代及双方父母 都永远可得朝廷俸禄 当过了奈何桥 喝了孟婆汤 朱帅与朱丑 再次来到了阎王殿 跪在了阎王面前 阎王陷到了二位 问他们变人好不好 二位摇头说不知道 阎王手一指 只信朱帅的过去便一点一点地显现 接着便是朱丑的 朱帅见到自己是饿死的 禁不住放声大哭 而朱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骄傲 朱帅说阎王害他 为啥把自己投胎到这样的人家 而不是朱成贵家 阎王问朱帅 你的父母对你不好吗 朱帅说正是因为太好了 才让自己失去了自理能力 可阎王说 你没有见到朱丑的父亲 一开始不是把朱丑丢进了雪地里了吗 如果不是朱丑有四十年阳寿 早就冻死了 阎王说 一切事情 皆有定数 不能乱了肛场 按自然规律 才能相辅相成 朱帅想变成人 结果到了人世间 却被父母依然当作猪狗养 所以虽然做了四十年人 结果和当了四十年畜生一样 朱丑怕疼 没有扯进猴毛 到人世间 成了丑八怪 不能得到父母的接受 开始的却很可怜 正是因为朱丑经过了艰辛 才得以有所建树 你们一个是流芳百事 一个是遗臭万年 归根结底 你们到了什么样的家庭 便基本就能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人才 当你某天明白了的时候 便已稀息难改了 这便是悲剧的根源 现在 你们下世还要变成人吗 因为你们还有五十猴子 没有轮回完 如果这次继续为人 必须得上刀山下游锅 阎王说道 阎王 我还是轮回完猴子吧 我希望再次变人的时候 能够遇见一个好的家庭 希望他们不再把我当初生一样来养 说话的是朱帅 阎王 我也一样 还是顺其自然吧 我希望下次做人的时候 自己尝得帅些 朱丑虔诚地达到 白哥故事会 人不是那么好做的 朱帅想做人 顺境反而成了他的致命灾难 朱丑想变人 学怕疼 不想吃苦 所以 在人世坚确成了丑八怪 面目的丑陋 让他差点失去了性命 可是 正因为朱丑不被待见 长相成了他的逆境 反而又成就了他 让他战功卓著 流芳百事 其实 朱帅的社会资源 比朱丑好多了 开始县官看重他 倒是找的也是他 本该朱帅得到的 却无意间让朱丑习束祸的 不得不说好一个 原自了得 因为外貌 朱丑贵狠心扔掉自己的亲生骨肉 着实让人心寒 最后 儿子又出现了他 不好意思相见 也得却受之有愧 县官见风识舵 却得了大大的好处 现实生活中 这种往往圆化世故的人 大有人在 人字两匹好血 却难做人 你不但要介意 环境会不会把你当人看 更主要的是你自己愿不愿意 把自己当人看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 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